马路旁边坡侧沟内 瓶瓶罐罐沿路垃圾 一位定居台湾的日记作家 骑自行车经过目睹此景 拿出工具自发性进山 虽然有很多垃圾 但是我却有点高兴 这里有这么多垃圾 我才有为了台湾贡献 影片中这位日记作家 日本人的Oji-san 最后一共花费两个半小时 清除12大袋垃圾 画面曝光 不少台湾网友 涌入他的脸书 留言说道谢谢你 但台湾要加油了 还有人说真的是太夸张 超丢脸的 垃圾成堆地点 就在台中市太平区 136县道 这里是不少车友 公认的跑山圣地之一 只是游客人潮多 眼神垃圾乱象 非常感谢民众通报及减食 本局太平区清洁队也动员16位同仁前往现场 共减食的956公斤 都为饮料杯冠就一级垃圾 台中市环保局集合通知 15号出动16名清洁队员 加强打扫 清除数量约956公斤的垃圾 未来将评估装计刑事器取缔违规 呼吁民众发挥功德心 民新闻台中综合报导